中午来关心时的安全了 桃园县府卫生局针对连锁超商 大卖场等店家卖的即时食品来抽验 62件当中有17件的大厂赶俊群都超标 将近三成不合格 卫生局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复检后如果还是不符合规定的话 可以罚3万到300万 多少商班族或外食民众为求方便快速 通常会到超商或卖场买即时食品来吃 不过桃园卫生局抽验 市场产品居然有近三成不合格 抽验62件包括超商卖场和小吃店的即时食品 其中有17件被点出大厂赶俊超标 也就是有将近三成不合格 维会店家有不法知名品牌 包括统一超商新种北店的凯撒沙拉 真线寿司桃园爱买店的芦笋沙拉手卷 加福中立分公司的马酱凉面 以及大润发的日本豆皮全联的乐活沙拉等 那我们会限期的改善 请他们做一些改善的动作以后呢 我们还会再去抽验 假如又发现还是有的话 才处三到三百万元 民众如果吃虾被大肠杆军群污染的食品 可能会引起肠胃疾病 严重者甚至会出现俊血症或败血症 同一企业表示公司内部都有定期送验 并未发生异样 会再了解是否为单一店家出问题 而其他业者也回应自行送验都有符合规定 不过针对检验未过的店家 卫生局要求限期改善 保障民众的食品安全 记者杰峰 卫婷 桃园 采访报道